這個大概是台灣第一次 我們有百分之百純手機的方式進行調查 為什麼樣本是1011不是做到10多 因為第一個它是手機的部分 因為第一次執行其實難度上面有一定高 第二個是我們想要在今天公布 所以我們本來就規劃是在今天早上開記者會 那民調公司跟我們說如果又需要做到的話 昨天晚上就簽 禮拜天晚上做不完 禮拜天的早上都做不完 所以可能會delay到 所以我們就沒有做了 但是誤差只多了0.1% 所以還是有相對的可靠性 那大家會問說那要怎麼抽樣 因為手機其實它隨機的可以打到不同的門號上面 然後住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把所有的樣本抽好之後 我們再進行加權 所以有一些區域可能會 比如說台南的抽比較少 或桃竹苗的抽比較少就會進行加權 那這樣民調的手機民調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不會再忽略年輕人的聲音 所以在這次的民調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年輕的選 年輕的民調樣本幾乎不需要加選 所以這個樣本相當的準確 在第一題的部分我們先問了一題 它是用不提示選項的方式 那不提示選項的方式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要有很強烈的支持 它才會回答這個候選人 那這一題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總統還是有相對的優勢 那韓國瑜在國民黨也是有相對的優勢的 那我們發現最特別的部分就是像朱立倫 王金平跟吳敦義 他們大概都只剩下大概1點多到0點多的一個 直接回答支持 也就是說他們不再是藍營支持者的第一選項 就在所有的人一起選擇的狀況之下 包含朱立倫、胡敦義 還有像王金平等等的這幾個人 已經徹底的被邊緣化了 那柯文哲的部分我們上次做是8點多 那這次因為有手機民調的關係 其實還是有稍微回升的 可是柯文哲在支持度上面 其實直接被回答的也只剩下9.5%的部分 那立委選舉的部分我們觀察到的是 其實國民黨還是有區域立委上滿大的優勢 那民進黨比較虛居劣勢一點 那也有蠻多的選民20幾%選民 在未來會投給第三勢力 那在4年前2016年的時候 其實第三勢力的選民要投給第三勢力 大概只占12%到13% 現在已經23%了 所以代表說包含時代力量綠黨在內的第三勢力 其實在這次如果提出候選人 很有可能會拿到10%以上的選票 那這對國民黨民進黨都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民進黨可能還是得跟第三勢力 做一些協調跟合作 那最後一題我們做的是政黨支持度 那我們發現說 在不提示政黨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優勢 但是綠營的支持度反而還是比較高的 你把民進黨跟時代力量加綠黨這些小綠加在一起的話 其實基本上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優勢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國民黨在去年年底的選舉之後 他們的這些優勢其實因為他們的內鬥啊 還有一些很誇張的發言 甚至兩岸關係的影響 我想已經開始喪失優勢了 那民進黨會不會能夠拿下政權 我覺得也是樂觀的 比較樂觀的部分 就是我們也發現就是柯文哲很明顯的 就如同最近很多媒體在傳色的一樣 就算是用手機對他最有利的 讓年輕人抽樣都抽滿了 柯文哲還是越來越不利 所以未來柯文哲可能就會有邊緣化的危機 這個民調的最大的價值在於說 他是有特別透過手機來這個進行調查 這是我們跟其他的民調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完全符合我們這個目前這個時代的一個趨勢 他的價值是遠遠凌駕於其他單位 透過室內電話所做的民調 所以我覺得他更能夠代表一般普羅大眾 特別是年輕世代他們對這場選舉的一個影響 好我想這個民調的結果我有七點 七點來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當然就是韓國瑜還是最厲害的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就是郭台銘雖然聲勢很大 但是看起來跟韓國瑜的差距並不大 也就是說叫好不一定叫做 第二個第三個就是說蔡英文跟賴清德 其實的差距正在縮小當中 那第四個就是柯文哲的邊緣化 那第五個如果是三組鼎立 特別是柯文哲加進來之後 事實上對民進黨是大大的有利 特別是對蔡英文特別有利 這是第五個 第六個就是賴蔡如果對決的話 目前還是賴清德戰營有上風 那第七個當然就是最後我們剛剛講的 第三勢力在台灣事實上是不容小訓 第五個就是三組鼎的